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强哥哥 今天更新了一个生存行动 里面有孤岛求生还有双人特训 奖励还算不错 有20个强化图层 30个勋章 还有个黎明幸存者称号 不过要通关才能获得 很多人好奇这勋章有什么用 那用处可就大了 能换永久的跑车 只要80个就能获得 30天的时装 各种珍贵的道具还有银币 这么多的奖励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进入游戏身上什么都没有 需要大家收集物资 在这里存活3天就能通过 不过也不是什么都不给 在苏生地平面 也就是飞机敞台这里 有一个宝箱里面有一些基本的装备 拿上它们就可以上路了 这里可以挖矿也可以弹速 但只有基础物资 不过有这些足够了 可以用来制作工件 预遇赶紧找 夜晚还有一分钟 我们得找到安全落脚点 可以是房子也可以是广道 房子里面会有很多物资 要以最快的时间收集 每分每秒都非常宝贵 到了网上感染者就开始进攻了 我们必须坚持3分钟 撑到下一个白天 才能继续收集物资 污染度一定不要轻视 不然就像我这样 污染度达到百分百 血量在疯狂的往下掉 就算吃了血包也没多大用 这个时候刚收集的东西 就发挥它的作用了 这个蓝色抗污染药剂 能立即降低60点污染 这个玩法我个人觉得很不错 在这里没有什么科金大佬 所有的装备全靠剑 能活多少天全靠你能力 光是这些小怪 我就应付过来了 没想到最后还有个boss 我手中这小小的弓箭 打它就跟脑痒痒一样 我就只能活第一天啦 欢迎大家来陪我记录 我就不信有人可以活更久 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